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各位推友 各位朋友们好 我是汪敏 今天我请到我的嘉宾李一平先生上来跟我一起进行一个议题 今天我们的议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议题是全民共振的沙盘推演 这是我们的议题 因为前面几节呢 包括建民先生 一平先生是谈论过 五一全民上街的共振的原理 时间和地点 那今天呢 我想跟一平先生呢 来做一个具体的沙盘推演 这沙盘推演是什么呢 就预测你一方我一方来呢 是推测在现场的时候 在这个现场群体呢聚集了之前 他会发生一些什么的 双方互动的情况 以及呢 当这种互动出现的时候 我们抗争阵营 要做一些什么相对的措施 那我们估计呢 既然那个这个平台 而且国内的这位那么多有识之士 已经提出来五一要上街了 那么呢 中共一定会 在五一之前 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这预防措施你估计是哪些 他们会做的 然后呢 你再估计一下 我们应该去如何应付 好 谢谢汪明兄 那你说的非常对 中共一定会采取应对的措施 那我们呢 这个平台啊 接受国内的88位前辈 有识之士 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 他们的委托来建立这个平台 这一次的这个工作量啊 将会是非常的大 我们要把这个平台的信息啊 要散布的非常的广 要覆盖到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 那我现在粗略的给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海外的这个媒体和自媒体 和传统媒体的这个两个平台呀 至少是可以把这个信息啊 覆盖到一百万人到两百万翻墙者 而这些翻墙者请大家记住啊 大家翻墙出来 不是出来这个吃瓜 当吃瓜群众的 不是出来啊 看花边新闻的 大家都是抱着一颗啊 这个追求真理啊 这个寻找同道的这样的心理啊 出来的 那么这一群人 对了 这一群人 那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 从经济上判断呢 政治上判断 他可能并不是啊 很强势的阶层 但是呢 从思想上 人格上面 志向上面判断 他们是精英阶层 他们是要把中国推向民主的 宪政的方向的 那么这批人呢 他们得到信息之后 他还会第二次的 在下面再进行传播 第二次动员 第二次的传播 这个信息 那么通过这次传播 如果是200万人 每个人传10个人 那就是2000万人 如果传的更多 那这个数字就会是非常的庞大 那么面对着这么一股强大的 这种传播攻势 那中共一定会采取应对的措施 百分之八 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他就是会在五一之前 按照他们监控系统里面的 那个黑名单 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名单的 那每一个省呢 差不多有几万人的这样的名单 那么他们会按照这个名单呢 提前对这些人分别进行控制 监控 监控和这个人身控制 包括各种措施 不让他们出门 包括各种措施 每年六四之前 或者是两会之前 很多人都享受了这种待遇了 被旅游 那么这一次呢 五一之前 他们还会采取这种措施 是 那我们怎么应对呢 怎么样呢 怎么应对呢 实际上很简单 是 他们采取任何措施 他都有一个实现 OK 比如说在最重点的人 他在五一之前一个星期 他就采取措施了 对 那么还有一些 只是普通的参与者 过去群体性事件的 普通的参与者 他觉得有可能参与的 那么他可能提前一两天 进行控制 对 那么我们要 这个防止他们呢 要反制他们的这个措施 我们提前离开自己的住所 找一个相对隐蔽的 相对安全的地方 去躲起来 到了时候 再去到我们 所谓 这个想要去的那个目的地 这样呢 他们就很难 对我们进行控制 至少是 增加了他们的 这个维稳的难度 大家知道 这个体系虽然很庞大 但是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他们的人力是有限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增加 他们一点难度 那么他这个体系 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了 那么我们大部分呢 就可以冲破他的那个 那个维稳的这个网络 然后进入到我们预定的地区 我们想要去的指定的地点 在这个我们大家约定的时间 跟所有的抗争者去会合 你的意思就是说呢 除了这些已经被监控的人士之外呢 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是没有在这个名单上面 他们是卧虎传龙 他们到时也会涌现出来 对不对 对中国社会腐烂的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很多人有实知识都知道这个一定要变的 但是呢 面对这个大变局呀 在大变局前夕 那有两种态度 有一种人呢 他是马上就站出来 那来进行活动 那是早有心理 那他这种人呢 就进入了这个维稳体系的监控的这个范围 那他们就容易被控制 那还有一种人呢 他知道这个社会一定会变 但是呢 他们不急于行动 他们隐忍成前 那积蓄自己的力量 那这一批人呢 因为把自己隐藏的很好 所以说他没有进入维稳体系的监控范围 那你就没有办法来阻拦他呀 对 那么这一次我相信 有一大批这样的人 会和他们的团队 会绕过这个监控体系 到达大家一起行动的地点 特别是最近 那个有人要想当皇帝了 可能呢 这些人呢 也忍不住了 我以前忍了几年 那段时间 现在你想皇当皇帝了 我就跳出来 这些人呢 防不胜防 对 在胡温时代呀 这整个官僚体系 他们都是一体的 这个闷声发大财 有钱大家赚 那个时候官僚体系呀 他们内部的裂痕是比较小的 那么面对民间反抗的时候 他们会一致采取行动 进行镇压的 但是现在情况有了转变了 现在呀 习近平当局啊 他们是想把过去的那种啊 这个利益集团呢 全部打破 然后进行他的一个人的独裁 在党内 在这个体制内呀 他势必要进行一次大清洗 那么大清洗现在已经开始了 这个国监委已经设立了 马上人大就要通过啊 各地区的国监委已经设立了 已经开始运作了 那么他们有他们的项目 比如反腐 这已经进行了五年了 现在又进行了一个新的 叫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这个就是针对 体制内呀 中下层的这些官员 也就是说 在他们维稳第一线的这些官员 现在变成了他们清洗的对象 那大家想一想 这些官员 从他们利益角度出发 他们最希望的是什么 最希望的是这个社会啊 来一次翻天覆地的 这种卡片壳 这样呢 他们就有机会 来把自己洗牌 他们有机会和人民站到一起 是 重新上路 那当然了 反正我都不在你这个团队里面 与其你亲我 我倒不是先亲你 对了 那这个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人为刀主我为鱼肉的时候了 你要再不反抗 那今后就没有机会了 完了 永远永世不得翻身了 那么他们最希望 他们实际上啊 比我们普通老百姓 更希望社会变革 还希望多少 从他们利益 从他们的这个性命的角度来讲 变革是对他们呢 最好的一个出路 所以这批人 一定会啊 在这个维稳体系上面呢 制造一些漏洞 制造一些缺口 所以这一次呢 我相信呢 拦是拦不住的 拦是拦不住的 行 那但是你当局觉得 很可能拦不住了 那个大堤要崩啊 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肯定会在你预定的 那个时间 预定了那个地点 那进行呢 不许大量的警力 大量的警力之外的 那些维稳力量 防止人群的聚集 那个时候 你不能成功吗 对了 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疑虑 说你提前公布了时间地点 那人家到那去啊 你就把你那个地点呢 围起来了 在那个既定的时间 那你人怎么进去呢 是 好 那我们就以这个 省城的火车站为例 大多数省城 我们会公布 以它的火车站呢 为首次聚集的地点 那火车站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人来人往啊 人流量特别大呀 对 它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武艺 对了 这个长州长甲旗 这么一个旗舰 对 人流特别厉害 对 过去的这么多年 大家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武艺啊 出门旅行的习惯 那这个人流量非常大 那它怎么样能够阻止 人流进入火车站呢 那这是没有办法的 它除非把全国的 这个各个省城的火车站呢 全部关闭了 那也就是说 把全国的这个火车交通啊 全部让它停止了 那这个他们能做得到吗 我相信他们是做不到的 他们如果做到 那对这个维游体系啊 实际上 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打击了 这一件事情本身 可能就会引起啊 各个阶层的抗议 是 所以他们不敢做这一步 那么他还有另外一种呢 他就是他可能 派出大量的警察和武警 去把火车站呢 层层包围起来 但是大家知道啊 火车站呢 这种地方 交通枢纽的地方 你越是围困的厉害 他的人呢 聚集的越多 嗯 人是不断的要往里面进的 你如果不能及时的让他往外走 那人群都聚集在那里啊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就是要聚集人群啊 人群越多 大家一致行动的机会就越大 是宣誓不通 对了 你如果围着水泄不通 那就更好了 嗯 所以说在这些地点呢 他们是很难 很难预防人群聚集的 嗯 他采取的任何措施 都只会增加人群聚集的规模 嗯 好 那我们再以这个 城市中心广场为例 嗯 来分析一下啊 能够举个实例吗 好 举个八九的实例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是八七年学运 OK 八七年元旦的时候啊 那我那个时候在北京 嗯 北京那个时候呢 大学生呢 大概有一两万人 是 那要响应这个方立之啊 在合肥的那个那个号召 要上街游行 是 嗯 因为大家都是分散去的 是 所以各个学校四面八方 嗯 都到天安门广场聚集了 那么天安门广场呢 已经被警察呀 给围起来了 嗯 所以天安门广场的中心是进不去的 中心进不去不要紧呢 在他的这个围 这个警戒线之外 嗯 那人群就被拦在那个地方了 对 所以一两万学生呢 就被拦在这个警察的 这个包围线呢 嗯 之外 嗯 我们要的是聚集嘛 并不是一定要到中心 广场的中心去啊 所以那些人呢 就聚集在这个之外 就形成了 就形成了慢慢的 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了 是 所以呢 大家不要担心 说当时到时候啊 中心广场进不去 嗯 只要人流到了那个附近呢 嗯 大家就能看得见对方 他把中心广场这个封闭了 我们就在广场之外聚集 嗯 只要人 到了那个地点周围 嗯 一定会聚集起来的 嗯 好 你觉得这个实例呢 我当年呢 在中国之尊杂志上面也看过 这个类似的这个报道 就现场目击者的 嗯 那个报道来证实你刚才所举的实例 我当年就在现场 是是是 你就是很好的人证了嘛 对不对 那个我现在呢 还是对你呢 稍微有个小小的质疑 嗯 因为你当时呢 是学生 学生群体呢 大家互相认识 每个大学出来的人 都互相认识 你们是一个 已经互相认识的 各个小团体 聚到这么个人群 密集的地方 但是 你如果是以火车站来说呢 到时聚集的人群 是互相施打 互相的 即使走到一起呢 也不能够共同行动的 怎么样 才能把这种 中共看起来是乌合自重 的这么一些群众 变成一个 集体行动的队伍呢 汪敏兄这个问题 提得非常好 非常专业 谢谢 那当年呢 我们各个学校的 学生到天安门广场 然后天安门广场 被围困了之后啊 后来大家慢慢的就聚集在广场 最东面的那个历史博物馆的那个 那个大厦的周围 那个建筑的周围 我记得 对 那但因为大家还是互相不认识的啊 你看看从北京那么多所高校 那每个高校呢 去个几百人上千人 那大家相互之间呢 不可能认识的 那在这个时候啊 也算是一盘散沙 乌合自重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的 有一个信号 有一个大家集体行动的信号 那么当大家步调 一致一起行动的时候啊 那这个共同体的这种心理啊 就形成了 好 当年呢 87年元旦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呢 人群聚集在那了 群众无首都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呢 突然之间呢 在这个人群当中啊 有几个人开始唱国际歌 国际歌一唱 一亿人开始一哼 那么其他的人就跟着应贺了 大家知道这个 这就是一个调频啊 把大家的这个频率啊 很快就调到一起了 很快一万多人两万人呢 就齐声高唱国际歌 那这不就形成一个群体了吗 对 形成一个群体了 对 这个时候啊 在维稳令人看起来 每个人动口唱的 都是 都是你的其中一员 对了 但是大家一唱啊 这个声势就起来了 队伍啊 就好像有了人指挥了 这个歌声呢 就是让大家统一步调的 这样的一个信号 对 用频率就一致了 就可以共振了 那 那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人 出来 担任领袖 就来担任这个 领导者的角色 大家就把 这个准备的 这个横幅啊 就开始拉出来了 大声攻 对 那么有一些呢 有团队的 比如说 这个北京大学 法律系的 那有一批人 大家相互之间 已经约好了 就算是一个小团队 大家要互相配合 几个人呢 就走到前面 就把横幅一拉 就开始游行了 将来 在中国 我们这个五一啊 上的行动 那将来呢 由 建民兄 在我们的频道上面呢 正式的来宣布 宣布 好 假如到了高潮了 那你到高潮 非常亢奋 那个 对方也是很亢奋的 嗯 开枪怎么办 最亢奋的时候 双两个阵阶 对于抗的最激烈的时候 开枪怎么办 好 很好很好 这个问题很好 很多朋友 都有这种担心 他们认为啊 你只要一聚集 那机枪坦克 就开过来了 那就要进行大屠杀了 还不至于一开始 那实际上呢 维稳体系 它运作啊 它有它自己的逻辑 嗯 开枪杀人呢 对任何一方啊 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 那这个跟它的残暴程度 没有关系 对 人群一上街 这些独裁者 他们的第一个 愿望 就是恨不得把你们全部都杀光了 嗯 但是他不能够每次都这么做 对 为什么 而且他们不能一开始就这么做 对 为什么 因为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应 包括国际反应 这些连锁反应呢 有一些 最后是让他受不了的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八九年的时候 罗马尼亚的 有一个地区的人民呢 起来游行示威 是 那当时的独裁者 小尔赛斯库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说你游行示威 我就开枪去杀死你 对 那么他就派到他的安全部队 在当时杀死了大概五十多个人 他以为呀 这样就能够把这些 这个运动啊 镇压下去 确实是 他能把当地的 那个运动啊 镇压下去了 但是全国各地的 人 愤怒的人群 全部涌上街头了 那很快就把他推翻了 最后因为他的这一个举动 他成了全民公敌 所以后来的军事这个政变呢 那些将领呢 用了三个小时 对他进行审判 就仅仅这一件罪行 就足够把他枪毙了 所以 这个 齐奥赛斯库 他的这个命运呢 引起了 所有的独裁者 他们的反思 那么在中国呢 会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啊 我觉得 中国的这些独裁者 他们是相当的 有理智的 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利益 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来盘算的 他们不会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会走到这一步 不到这个 被自己啊 被逼到墙角 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不会啊 做出狗急跳墙的这种反应 他一定会给自己啊 在政治上面 要留下一个回贤的余地 在出气的时候 他不会走这一步 大规模的屠杀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小规模的 这种狙击啊 暗杀啊 这个还是有可能 但是呢 即使是这一步 那统治者 他也会冒着 非常大的风险 有时候啊 反而起到反作用 是 因为这种措施 在98年 印尼的革命当中啊 这个独裁者苏哈托 他曾经运用过 那当时呢 印尼的这个学生 上街抗议 是 苏哈托就命令 他的这个部队啊 向学生开枪 打死了大概是六个人 他觉得呢 采取这种啊 这个恐吓行动啊 可以让学生退缩 学生确实是退缩了 学生退到啊 他们校园之内进行抗议 然后又举行这个葬礼啊 大规模的葬礼啊 台关游行啊 那么发起了一个政治攻势 这个政治攻势呢 就让苏哈托 他的这个统治合法性呢 就在瞬间丧失待尽 荡然无存 对 那么所有的 各个阶层的 都认为啊 你这种啊 残暴行为 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他体制内的人 也开始啊 本来对他有意见的那些人 就抓住这个机会 就站出来开始反对他了 所以在几天之内 政敌 苏哈托 维持了三十年的军事强人的统治 在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了 连他手下 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将军 都背叛他了 所以这一招呢 对统治者来讲 他们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那么后来这一个 在这个情形呢 在埃及茉莉花革命当中 又再次出现了 那每一次都是独裁者输 而这个抗争阵营呢 赢 所以说我相信呢 中国的独裁者 习近平和他的智囊 他不是还有一个高参叫做王滬宁吗 他应当研究过这些案例 他应当啊进行过多次的推演 大家放心 历史是不断的重复的 重复上演 我那个这个维稳力量啊 一开始呢 他为了位置这个国际舆论 位置了内部的这些政敌的阻牢 位置到了人民的这个路火的这个爆发 好 我先不用子弹 我也不用那么快的用盾牌 我也不用那么快的就用水龙 橡皮子弹 我先把你们先团队围住 你怎么了 他现在呢 完全有这种力量啊 他把火车站啊 围个水泄不通啊 如果是在城市中心广场 他也可以把这个聚集的人群呢 全部围住 但是呢 我们的目标啊 就是要聚集啊 围住了不要紧 围住了只要我们呢 能够形成一个队伍 能够跟他们抗衡 能够不马上就被他们呢 这个冲散 被他马上被他们抓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在以那个地方啊 作为啊 这个桥头堡 作为滩头阵地 向内从那个地方啊 向他们发起政治上的攻势 逐步的扩大 迅速的扩大 这个抗争的范围 那打个比方说啊 如果 有一万人 被围在火车站 和火车站的广场 哪里都去不了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呢 组织者可以把这一万人组织起来 通过互联网 通过手机短信 通过各种通讯设施 向外界发布消息 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抗争的一个基地 希望 全省 全市 各个地区的人 都群其响应 那实际上这一万人呢 就变成了一个 革命的发动机了 如果大家一起 来用啊 音频 来向外发布消息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 功力强大的 广播电台 如果是大家一起用视频 来向外传播信息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超级的电视台 那不是很好吗 围困怕什么呢 只要我们聚集了 不被冲散 这是最重要的 就形成了共振的 那个 原点 就发起点 对了 是吧 那就是 正宗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正宗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啊 不断的共振 正宗 在地震学里边 一平先生 你是学法律了 你现在连那个地震学 你也学了 社会地震学 好 不过是人太多了 又走不出去 这会不会 量化出更大的事件呢 比如是火车 因为你是火车站嘛 就堵塞火车的道 阻拦铁路 会不会出现这种东西呢 这种出现出现的时候 中共会害怕吗 这也是一个选项 也是一个选项 我们呢 并不是说 号召大家去阻断铁路 对 但是 如果你不让火车 不让人走出火车站 那么各地 全国各地的这个火车啊 人流啊 他都要进入火车站 那么你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 人群在火车站的这个造成堵塞 那么如果是把这个火车站火车交通全部堵塞了 那么整个国家的这个秩序啊 那就没有办法保障了 而且五一劳动节那天会全国的交通是最平凡 最凡凡的一天 可以说是全联 是 那么在这种现象 这种局面出现呢 我相信这个是当局啊 不想看到 那当然 不想看到 他们比我们更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出现 全国交通大乱啊 对 对 那么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到这种情况是已经乱到这个程度了 那个时候 那你的那个 民主阵营的团队 应该是如何迅速的介入呢 那人群一旦聚集起来了啊 我们刚才说到需要一个信号 督促大家呀 采取一个统一的行动 有了这种统一的行动啊 那乌合之众啊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进退有序的 步调一致的 一个战斗整体了 那么这个信号将来一定会出现 将来呀 我们这个平台 会宣布 会提供啊 至少是四种信号 大家只要看见其中任何一种 出现了 那么就是统一行动的一个开始 所有的人虽然大家相互之间并不认识 但是看见这个信号了 那么做出一个很简单的举动 很安全的一个举动 大家互相看见了 大家都在做一个举动的时候 那么这种认同感 这种共同体的这种心理就形成了 一个群体就形成了 一个战斗队伍就形成了 这也是一种调频 对 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个平台 来跟进关注我们这个平台 将来 不久的将来 我们在五一之前啊 肯定会宣布 这些信号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请教一平先生 我想呢 这个维稳力量啊 在这么那么多种情况呢 已经出现在火车站 或者出现在广场的时候呢 我想他们除了用子弹 或者是不敢用子弹 用这个水龙盾牌 哪怕呢 是还没有到 要出动这个水龙之前 他们可能去抓人啊 他们可能是冲进人群里面 是先把围头的 在那边演讲的 那些人先抓住啊 那你说 遇到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团队会怎么做 那我向大家建议的是啊 有团队的朋友 你们到达现场之后呢 不要马上就站出来 进行公开的演讲 鼓动 一定要等到那个信号 出现了 一定要等到所有的参与者啊 在那个预定的时间 根据那个信号的指令 那么做出同样的举动 这个之后啊 你们再判断 这个人群聚集的规模 和人群呢 这个情绪的 这个高昂的程度 如果是你们觉得 这个规模足够的大 可以抵御 这个军警力量的 他们对我们的冲击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们再站出来 进行公开的鼓动和呼吁 那这个时候呢 一定会有警察 试图来抓人 这个时候不要紧 我们是有团队的嘛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团队啊 来动员起那些参与者 来在我们的周围啊 形成一道保护 这个时候啊 警察 大家研究一下 过去的群体性事件呢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在这个群体性事件呢 正在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声势厚大的时候啊 警察他是要尽量避免 跟人群发生正面冲突的 因为发生正面冲突 它能够 它的起的作用啊 是让所有的人群 更加团结 让这个事件呢 更有爆炸性 所以他一般的抓人呢 是等到你这个群体性事件 进入低潮的时候 大家快要分散 就是已经分散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们在啊 进行抓捕 所以说他如果是在现场 就想抓捕的话 那么一定会造成 现场所有的人群呢 对他们进行围攻和围观 那么场面就会失控 场面失控 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们最怕失控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 这个维稳体系啊 他们运作的方式和逻辑 了解了之后啊 再根据他们 所能采取的这些行动啊 我们来制定我们的方案 是 这样就无往而不剩了 是是是 好 谢谢一鸣先生 我们今天的时间 已经到了 我们呢 是准备在下一讲 我们再继续展开 啊这个详细的 呃下半推演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汪明兄 谢谢各位网友 谢谢各位网友